美國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近日大換班 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成為該會主席 而曾經參與7月1日襲擊香港立法會大樓的 港大學生會開幕學院前總編輯梁繼平 就擔任該會的執行總監 另外,現在正被港府通緝的多名國安疑犯 包括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及許智峰等 也擔任該會顧問 身為香港通緝犯,本身已經是極不光彩 如今更加入打正反華旗號的美國非政府組織任領導職位 淪為備受萬人唾棄的過街老鼠 已經是這批身為美國棋子的賣國者唯一命運 剛剛上任,周永康就帶領羅冠聰、梁繼平和奧卓軒等人 拜會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聲稱要推動美國國會通過香港相關法案 從該會主動發放的照片可以看到 HKDC等人獲主旨接見時,確是由心笑出來 眾人言笑硬硬硬,和一名曾稱香港暴動是美麗風景線的反華旅政客會面 大談賣國賣港大計,HKDC等人明顯已經病入高坊 HKDC有哪些成員呢 除了周永康和執行總監梁繼平 該會的董事會還有兩名成員 即是台獨分子林哲 以及一名移居美國多年 持美國護照的IT工程師Joseph M 另外通緝反羅冠聰、許智峯、張崑陽 以及前香港眾志常委奧卓軒 前法政會司召集人蔡奇 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戴雅門 就是該會的部門 HKDC在2019年9月17日成立 時任執行總監朱木雲 公開的新聞發佈會表示 HKDC的首要任務是游說美國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並持續向美國國會傳達香港聲音 HKDC的反華性質由它成立的第一天已經非常清楚 對一個剛剛成立不久的NGO 資金當然非常重要 HKDC的資金來源和運作其實並不是十分透明 據報導 HKDC通過兩個途徑籌集資金 一個是國際眾籌平台 另一個是網站無捐 換而言之捐款者的真實身份外界根本無從得知 至於該會曾經有沒有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內的美國政府捐款 我們就拭目以待 歷史告訴我們 任何甘於被美國利用的買國者 一旦失去僅有的利用價值 最終就會租棄之餘閉洗 幸運的可以繼續被美國橫揚 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頭閒置散 但至少兩餐溫飽都不成問題 不幸運的有得去自生自滅 終人在歧視的目光下過日子 遼倒落坡 有家歸不得 不信 看看阿富汗 看看那些曾經為美軍服務的阿富汗人 或者他們就會更清楚一些 一日是買國者 終身都是買國者 這個臭名只會永遠落在這些人的背上 直到百年歸老 買國者之名也不能夠洗脫 這種人也永遠不會有好下場 本身都是買國者之間的